民進黨這樣的說法是完全沒有邏輯可言 第一個 我是外環委員會的招委 是依法選出來的招委 社會安全網現在這麼重大的議題 本來就應該由委員會這邊 大家好好的來論述跟討論 目的只有一個怎麼樣去強化 我們現在社會安全網的漏洞跟問題 那本案的發聲其實並不是 被虐的這個流性兒童被社會安全網漏接 而是已經接入到這個社安網 卻仍然發生漢似 表示說社會安全網本身存在著設計規劃 或者落實執行上面的缺陷 因此今天藉這個機會我要代表 衛生福利部為這樣子的缺陷導致一條生命的失去 向家屬和社會大眾致歉 未來這個部分出陽的必要性評估 應該由地方政府來辦理 未來會要求地方政府依照委託安置的程序 運用轄內安置資源來提供協助 並且支付相關的費用 如果地方的經費不足 那中央將予以協助 本部會謹速邀請各地方政府延商 仿視的評議跟訂定相關的支援 音樂 本部會議